你 在门口守着 是 主人 主人 慌什么 主人 您没事吧 最近有没有发现 一个穿着风衣 戴着眼镜的小子 在周围转悠 属下无能 没 没有发现可疑人物 神吃了豹子弹 赶来这里行刺 哇 一定是蔡谋成的人哪 蔡谋成 看来 他是要杀我灭口了 你的能耐呢 你从不走空出手必成的承诺呢 你知道吗 你的失败已经暴露了我的意图 让我陷入从未有过的被毒 我真是打火不成犯了被虎伤 自从我请你一事无成 你已经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理由 我 谁就疯你上路了 蔡先生 我知道我辜负了您 但是 如果我现在死了 你就再也找不到那块镖了 什么意思 死到临头 还想威胁我一个 我知道 那块镖在您心里的位置 可是 直到今天 你都没有找到那块镖 但是我知道它在哪儿 而且毫不夸张地说 我是唯一一个 可以找到它的人 佩礼这些大话 我早已经不相信了 我可以从杨小八那儿找到它 而且 我猜测 小八她还不知道那块镖的分量 以我跟她的关系 我可以编一个理由 让她把镖给我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我还有别的办法 什么意思 杨小八难道已经找到那块镖了 这我还不太确定 但是 与她的聪明才智 再加上小乖乖的帮忙 是一定能够找到的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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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信你一块 马上给我滚回江州去 记得 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 我是在世上 别再来见我 自己了断 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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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夫 我要搬到您这儿来住 又怎么了 昨天晚上 蔡眸城派人刺杀我呀 要不是保镖临死前暗想了警明 恐怕我现在已成刀下之鬼呀 坐下说 姐夫 你坐下说 你凭什么说 是蔡眸城派人来刺杀你呀 有证据吗 我告诉你 这种话可不能随便说说 否则你很难收场大 姐夫啊 前些天我跟他提过 倒卖楚贝良的事啊 这小子 虽然表面上面无表情啊 可是啊 我看得出来 他那眼神啊 飘忽不定啊 我想啊 八成是他害怕 要杀我灭口 我问你啊 一个法官能通过眼神 判这个人有罪吗 一个飘忽不定的眼神 你有罪 我说呀 靳光啊靳光 你可太幼稚了 你幼稚 再让人可笑 可这事只有可能是 你呀 还是好好地检讨检讨 你自己吧 身为一个省的党部主席 不认啊 你都干了些什么呀 你敢说你的所作所为 没有任何把柄落到别人手里吗 你敢说你没得罪过任何人吗 煎熬不驯 刚愎自用 那是你一贯的作风 我太了解你了 姐夫 我我我我我我我 什么我 我希望你去看 你到这儿了 我不认识吗 你从这儿去看 你什么也没有 我我看着你 你宝贝 你从这儿去看 你从这儿去看 李先生 你从这儿去看 如果有的话 又会是多少 懂吗 懂 我懂 这叫丢具保帅 废话连天子你